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水深里学历的厨房 今天来教大家做抹茶千层可丽蛋糕 一层层轻薄的法式可丽饼 加上每层之间铺溢润滑细腻的奶油 口感清香,润滑,轻盈,颇受每个人的喜爱 首先准备做可丽饼的材料 面粉中加入抹茶,抹茶需要过筛 这样防止面糊有疙瘩 细砂糖过筛 打入四个鸡蛋 加入牛油 牛油之前在微波炉里加热30秒左右就好 先加入一部分牛奶 顺时针一个方向搅拌面糊 之后再加入一点牛奶 继续搅拌 准备好的面糊过一次筛 这样可丽饼的面糊就会平滑 煎的时候也不会有疙瘩 我们现在开始煎可丽饼 另外准备一些牛油 在不粘锅里涂一层防止粘锅 面糊均匀的快速铺平锅面 等定型后 用 spatula小平铲轻轻把周边掀起 小火煎一分半到两分钟 第一面煎好 翻到另外一面继续煎 差不多在45秒就好 就这样我们一张一张慢慢煎 在做每张饼之前都需要抹一层黄油 防止粘锅 煎可丽饼是很需要耐心的一步 如果第一次做 需要试几次来掌握火候和翻饼的技巧 如果形状没有那么漂亮 没事 多做几次一定越来越好 今天我做了18张 盖一层布 把可丽饼放置一旁 下一步我们来打发奶油 500毫升的heavy whipping cream 我们用机器打发 几分钟就好很快 首先慢慢调到高速 我调到了第八档 打发45秒 检查一下稠度 这个时候还是很稀稠 加入80克细砂糖 继续打发一分钟 还是高档直到成型为止 我们用手指来测一下 这就是我们打发过后需要的形状 现在可以组装蛋糕了 首先按照一个圆形的容器做模具 把18张饼画成统一大小的圆形 然后每一张饼涂一层奶油 以此类推 最后用平底小模具 轻轻压一下蛋糕 建议把蛋糕放到冰箱冷藏两个小时 可以更成型 两个小时后 装盘前我们再砸点抹茶粉 就这样漂漂亮亮的抹茶千层蛋糕完成了 这也是一道不需要烤箱的甜点 不妨大家这个周末在家试试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Bon appetit and see you next time